在重庆这座美食之都 有几位年轻人见走偏风 做起了闻所未闻 绝无仅有的古法菜 他不加任何梅子 通过盐塘处的合适比例 形成梅子的新香 将军和王小安 为了还原古法菜 历经了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我一直反对 是真的我一直反对的 古法菜馆经营难以维系 他们怎么面对困境 有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焦 到了一个季度 要交房租的时候 发现房租也不够了 开发新菜 兼职补贴 他们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 还原消失的古法菜 我不想让这么好吃的东西 断在我们这一带 他们能否把远去的美味佳肴 带回大众餐桌 纪录片编辑室即将播出 穿越时空 烹谷菜 记录生活 见证时代 欢迎收看记录片编辑室 如今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互联网和手机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大多习惯于快节奏的生活 走路聊天 购物 吃饭 都越来越快 越来越便捷了 不过 在重庆这座热火朝天的大都市里 却有一些年轻人为自己不急不躁 慢慢悠悠的慢生活梦想努力着 他们推崇古法菜 为了追求原汁原味 这些个菜几乎全部都按照千年以前的方法来制作 制作每一道菜几乎都要耗上一整天的功夫 那个时候没有燃气 没有烤箱这些辅助设备 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调味料 有的只是时间和用心对待 将军出身书香世家 四岁起开始背诵生命浓血 现在是重庆的一名自由撰稿人 当同龄人都在打麻将消磨十日的时候 将军却常常在家里研读古书 除了翻看四书五经外 他最喜欢的就是琢磨古菜谱 乙记 瑞泽里面 这红烧肉它就是有雏形的 猪肉的这个 它的这个腥味是来自于这个肉体里的毛根 猪皮烙一下的目的就是让它毛根焦化 就把这个味道去掉 猪肉也好猪蹄也好 或者就是说是这一类的菜 它是用冷水出腥 但是呢 例如像这个鸡鸭类 禽类 这些它就基本上是热水出腥 先抹了生抽再抹了这个蜂蜜之后 在油锅里炸一下 纸炸皮 什么地方都不用炸 用刮头刮起来 把皮炸成金黄色 然后就把它切 切得越大越好 在热锅里把肉稍微爆一下 让它出一下油 以前的猪肉煮起来 它油脂会转化 现在的猪肉的这个油脂 可能稍微硬一点 爆它一下是现在的方法 就是说让它没这么油力 在以前把木炭剥成细粉 再用这个细粉调少许米浆 压成这个炭栈 它火非常微弱 但是可以持续燃烧 一个晚上小火微 慢慢慢慢把它微出来 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微之后 它的肥肉就已经转化了 转化成就是猪肉的香味 很小的时候 将军尝过一位老厨师 古法秘制的鱼香肉丝 味道让他惊艳不已 从那以后 将军便对古法菜欲罢不能 十一二岁的时候 我们家是在上天寺 上天寺附近有一个 就比较著名的嘉宁江餐厅 嘉宁江餐厅以前 那是重庆的一些老厨师 云集的一个地方 当然现在这些老厨师 我认识的日大厨师 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都是从 有些人是从清末过来的 当然经历过民国解放 这样一个经历的 也就是说是受以前老派 餐饮的这种熏陶出来的 将军大部分的空余时间 都用在研究古法菜上 而女朋友与将军志同道合 十分欣赏她的这份简单执着 我觉得她是一个 比较追求美好的人 因为她其实喜欢插花呀 喜欢吃瓷呀 她之所以做饮食这块 是因为饮食呢 就是是一日三餐 就是你每天都要吃饭的 所以说她就可以把这种 美好的追求放在生活里面 融入到寻常里面去 她最开始呢 其实只是一个食家 然后她觉得吃不到 她想要吃的那种味道 她就开始做这块了 然后就开始研究这块 将军曾经跟着老厨师 学下了代代相传的手艺 把中国二十三省的菜 都尝了个遍 研究出了不少古法菜的做法 2012年5月 将军终于开了一家 梦寐以求的私房古法菜馆 做把那个位置给你留着的 那种双肉今天还吃吗 我还有这个黄油煎蘑菇 可以了两个人我觉得够了 这个在店里忙前忙后的女孩 叫王小安 他原本只是这家古法菜馆的常客 一直吃到将军做的古法菜 当时真的很惊艳 有很多菜的味道 真的就是以前小时候 吃到的那种感觉 然后长大以后 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 虽然当时店里面 将军做的古法菜 只有八道菜 但是怎么吃都吃不力 2012年7月 将军开店不到两个月 私房菜馆就陷入了 即将关章的困境 这时王小安二话不说 放弃高薪厚职 出钱入货私房菜馆 两个人合力 把古法菜馆经营到今天 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 真的必须要传承下去 然后让现在的90后啊 00后啊 知道我们80后啊 70后啊 60后 50后 以前的人吃到的味道 是什么样的味道 我不想让这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就断在我们这一代 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 无论经营古法菜馆有多忙 周末的时候 王小安都会回家陪父母 除了想陪陪父母外 王小安也是想多一些机会 和妈妈沟通 希望他能理解 自己做古法菜的选择 他在一个那个大酒店里头当的那种经历上 都是早就晚不来工作 说说他开店了我都不相信 他在那里头又不洗个碗 啥子都不做 他就算去开店 来 王鞋 这里边这衣服 这衣服还是很漂亮点的 对吧 还是适成一个妈妈好玩 看一看了 这衣服大哟 爸 放心呗 妈妈反对王小安开带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 我觉得你乘到家住这个 肯定我全力支持 现在你单身一人还得住这个 再加上身体又不适合 能给他买家的 其实我一直反对 是真的我一直反对他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才接手店的时候 男孩子每天就约我 然后我就说我很忙 然后每天就没有空 反正就约不出去 然后慢慢的就不约了 妈妈 好好好 好好好 欢迎你 对 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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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妈妈极力反对 不过 王小安还有一个坚实的后盾 就是她的爸爸 你还要弄好久哦 你不要炊 哎呀你 你弄鸡腿没得呀 没有啊 你又不弄啊 你不是你说 我让我没跟你说嘛 我不能弄 你不是说的嘛 我给说了 还能弄鸡腿的嘛 你不弄鸡腿啊 你不弄鸡腿啊 嗯 那弄鸡腿啊 他就去的原汁啊 他就去原汁啊 他就去原汁啊 他还弄好久嘛 我都很呢 我都很 我都很 王小安的爸爸 已经退休在家三年了 但这三年 他一点也没闲着 每天都到女儿的店里帮忙 他一开店 我都去跟他帮忙吧 跟他买菜呀 在厨房跟他帮忙打杂呀 这些摘菜呀 洗呀 这些饭子 哪样的事情都要做 因为从小 由爸爸一手带大 王小安对爸爸 也是非常依赖 病了我都是耍鸡 爸爸 我就好累哦 我不舒服 你去帮我看一下 要小心 我们也没有办法 还是去看着去 王小安辞职开店做骨法菜 是爸爸给了他 最有力的支持 一开店之前 就是当我 一天呢 这里走那里走的 做事情呢 也不是很情况 自从开了这个店呢 它确实有很大的变化 比以前要情况得多 倒掉然后再重新做一次 等下芝麻有几斤 等下芝麻有几斤的话 它很想一大只味点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 来吧 王小安入伙后 主要负责经营管理 从今年年初开始 古法菜馆已经连续四个月 入不敷出了 其实释放菜馆 看起来生意还是不错的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盈利 原材料在涨 房租在涨 然后员工的工资在涨 但是我的菜呢 没有涨 古法菜的美味 基本出自食材本身 食材必须精益求精 再加上对做菜的条件 有严格要求 所以店里的菜品数量非常有限 更新速度也很慢 对追求新鲜感的食客来讲 古法菜根本拼不过新牌菜 有时候心里面真的很焦 就到了20号的时候 感觉工资都还没有做起来 然后到了一个季度 要交房租的时候 发现房租也不够 那个时候就会特别紧张 为了将古法菜馆经营下去 将军绞尽脑汁 想要还原更多古法菜 他不加任何梅子 通过盐糖醋的合适比例 形成梅子的清香 能够吃到梅子的味道 然而还原消失的古法菜 不仅需要努力 还需要运气 山西陈醋是酸而不香 而正江米醋呢 它是香而不酸 那么我一直想找到一种 就是说又香 又能达到酸味的这种醋 奇迹可遇而不可求 王小安只能拼尽全力 另辟西境 拯救古法菜馆 他就想设计点服装 来弥补一下店里的收入 在江军和王小安 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古法菜却为他们带来了 坚持下去的新力量和新希望 请继续收看 纪录片编辑室 穿越时空烹古菜 为了让古法菜馆尽早走出困境 江军最近一直在努力研究 还原更多的古法菜 希望通过新的菜品来吸引食客 为止排骨的做法 首先一点 排骨要用流水冲上一两个小时 反复冲 冲到肉发白 就跟原梅的随缘食丹上人所说的 就是说是要想鱼好吃 喜到鱼发白 最近 江军在明代笔记 引为安逸于里 发现了一道宋朝名菜 梅芝排骨 当时江浙地区的官僚文人互相宴起 经常会做梅芝排骨 这道经典的古法菜 他不加任何梅芝 通过盐糖醋的合适比例 形成梅芝的清香 能够吃到梅芝的味道 约炸定型之后 煮出来 炒糖色 这个就是要用黄丁糖 就不能用单筋冰糖 也不能用白糖 白糖和单筋冰糖 它是出不了颜色 炒出来 这个颜色是灰的 不亮 炒色之后加入醋 自然熬煮成芡挂汁 而不是像现在 加入淀粉勾芡 形成不了这个 我们所谓的梅芝清香 梅芝排骨这道古法菜 最大的难点在于 用糖和醋调出梅芝的味道 将军是第一次尝试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颜色 红亮 这是其一 其二 味道 闻到的味道 是糖醋清香 第三个味道 就是说如到口里 是梅芝的回甘 回味 对于首次还原的梅芝排骨 将军并不满意 吃不好吃 但是他并没有灰心 他明白 还原古法菜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将军为古法菜馆 努力研究新菜 王晓安也没有闲着 为了拯救古法菜馆 王晓安重新拾起美术专长 设计服装 赚点外快 补贴菜馆 这几天因为操劳过度 王晓安心脏的老毛病又犯了 安安 你吃药没有 你又没吃药是吧 像我的心跳的话 应该是在50左右吧 但正常应该是70到90之间 如果我到7090的话 我估计可能我不行了 你先把药先吃了吧 你先把药先吃了吧 他就想设计点服装 来弥补一下店里的收入 吃什么药都不用吃饭呢 每天 对啊 我很节约粮食的 昨天我把吃药的钱 你把吃饭的钱都挂到吃药上了 对 好 谢谢 谢谢 他自己每天手电嘛 回来以后也挺晚的 但有时候就画这个 画到三四点吧 应该也有 王小安从小学习画画 以前有朋友提议 王小安从事服装设计 但她做事随性 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这一次 为了拯救古法菜馆 王小安终于下定决心 好好画画 努力赚钱 你是这里画了以后就睡吗 我要给你那个画生色吗 不着急 不着急 你画了以后早点休息吧 好的 你快去睡 那我先去睡觉去了 对 晚安 晚安 熬了好几个通宵 黄小安终于完成了 第一批服装设计稿 你过来看一下嘛 我这几天画了一些 那个手稿的 最重要的就是成本 一定要便宜一点的 这个连衣裙呢 我跟沙子可以吗 可以啊 它有注意感吗 但是那个成本问题呢 会不会很贵 肯定会的 因为那个单独感 这肯定要高一点 肯定要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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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安的设计稿问题不大 接下来就可以批量生产了 有了这个稳定的经济来源 或许图法菜馆就可以继续经营下去了 然后就是这个领的话 我想把它改成圆领 然后长度的话 我想改成就是膝盖的一个位置 然后 哈喽 买醋啊 那天做的那个梅芝排骨那个醋 你说不对嘛 然后我就买了很多种的醋 然后待会我们试一下 梅芝排骨的调味料 只有盐 糖 醋 将军反复试验了很多次 最终确认 导致上次还原梅芝排骨失败的原因 是醋 醋在这道菜里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中国传统的两种醋 一种是山西老橙醋 一种是正江米醋 但是它们各有优缺点 山西橙醋是酸而不香 而正江米醋它是香而不酸 那么我一直想找到一种 就是说又香又能达到酸味的这种醋 还原古法菜往往就是这样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将军和王小安下决心 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醋 还原出古法梅芝排骨的精致美味 最好的呢还是我们四川的这种 这种醋味 从来没有下过厨的王小安 却在兴致勃勃地做一道非常重要的古法菜 我和我爸爸都很喜欢吃烧白 因为爸爸今年六十大寿嘛 然后想在他生二的时候 给他做这一道做那个烧白给他吃 爸爸做的烧白我觉得是我吃 吃过的烧白里面做的最好吃的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同学经常到家里面来吃饭 然后我就会提前给爸爸说 让他做烧白这道菜 其实重庆的烧白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甜烧白跟咸烧白 甜烧白的话一般家里面会很少做 真的那个就真的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到 因为那个甜烧白里面的话不是用的芽菜 试用的糯米 烧白的肉吃完了以后 那个鸭菜还可以用来下面啊这些 加在方便面里面特别好吃 这味道没对 烧白这道古法菜 是四川传统宴席三蒸九扣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在四川民间流传了数百年 现在大多数烧白味道不如从前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上好的宜宾芽菜解腻提味 嗯 喂 嗯 嗯 那个是这样的 你可以帮我打听一下吗 就是你们宜宾 哪一家的芽菜好吃一点 然后正宗一点 那个我想做那个烧白 然后那个在重庆这边买的那个芽菜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对 嗯 还是要找那种自己手工做的 那行 你问一下你妈 我可能就这几天吧 然后抽个空就过去一下 好好好 啊 谢谢啊 嗯 好 好 拜拜 将军和王小安已经试了十多种醋 却始终做不出理想的梅芝排骨 经过多方打听 他们得知一家古法酿醋厂或许有合适的醋 便赶到了小镇巡房 老板连菜 你们的呀是 老板连菜 拿我们的腰片嘛 咱们的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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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说过呀 真一个 好呀 老菜这个 真一个 好 好 对古法菜有研究的将军 一下子来了精神 老板口中的汗名腰片 他从没在任何菜单上看到过 这会不会是一道难得的古法菜呢 不错 不错 有冷有脆 有中海 好的清香 很难觉得 很好吃啊 挺呀 诚意呀 我觉得是不错 是腰镇 没吃到过 六二老板 三会吃 好 老板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菜是 从什么地方学的 这个菜是我们爷爷教的 这么久的历史啊 有一些菜真的是 可能你从历史上 书籍上 网上 你真的就查阅不到的 有可能就真的就是 家里面传下来的 那些菜 这个是我们的草牌菜 不能说 那我去帮你发扬光大一下嘛 你喜欢吃的都来吃嘛 你这边好远的 你说一下嘛 老板 不能讲 这个菜肯定不能讲 这个我们爷爷过 教我的历史来都说 这个菜你就跟他学都行 这个菜也不能说 那我就拜你当我的师傅嘛 然后你就可以交给我了嘛 不行 不行 将军和王小安 最终还是没有要到 汗鸣腰片的配方 不过他们非常顺利地 问到了醋厂的具体位置 这家醋厂专营一种晒醋 晒醋的制作方法 严格遵循古方 经过初步发酵 装弹 然后至于室外爆晒 自然发酵 精妙而成 酸味醇厚 酸甜爽口 回味悠长 口感完全不同于室面上的调配醋 哇 超酸的 嗯 这个处不错 嗯 可以哈 嗯 老板 你这个厨厂开了多久了 不久了 嗯 现在算起来有百多人的 有百多人的 一时的话有百多人的 那从你们租上都开始做了一个 但是你们的厨厂 好像在外面都买不到对吗 对 蝉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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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这个出场是找对了 对啊 蝉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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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晒猪场回来后 王小安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渔滨 寻找最地道的芽菜 为爸爸还原最传统的那味 烧白 到哪里 到那个宜宾 宜宾了 挂入是没有 没有吗 我都是这人去做 好 谢谢 喂 就是我马上在汽车站买票了 刚才走错了汽车站 你再 可能三个多小时到吧 你把那个地址再给我说一遍 可以吗 因为我怕待会我下了错以后找不到 王小安为爸爸不遗余力地 寻找宜宾芽菜还原烧白 而爸爸每天都不辞辛劳地 为女儿的古法菜馆忙前忙后 五点钟起床 九点钟就出来 出去买菜 哎 马上过来 小河 你有这个牙胸腹腹肉肉吗 有啊 有啊 郭城府军 那我十三斤五两 在这多 我好了没有 一百三 一百三哦 我看一下有几斤 我看一下 我都还都忘了 菜买了 买了回来就是七点 七点多钟 八点钟嘛 有点超市啊 我一天起床要跑三个四个超市 才买得完 我一天起床要跑三个四个超市 好 趁热 咱们 咱们 八点钟 一百八 五十一 一个 小小小小 王小安寻找的宜宾芽菜 名列四川四大菸菜之意 清光序年间 宜宾农户将芥菜的嫩劲划成丝 晾晒适度 拌入食盐 红糖 再加入香料 配置装盘 煸除一年以上 制成甜咸适口的美味芽菜 可以 就是这个味道 你帮我生一下 把它给我吧 等一下切块钱 这个呢 这个是切好了的吗 嗯 这是你自己切好了炒了的 嗯 这个也要 这就只有这么一点的 这也只能加一点 嗯 好棒 加入了千辛万苦寻找到的晒醋后 梅芝排骨终于有了 《隐梅安逸语》中描述的骨味 将军迫不及待地推出了 这道千年以前的骨法菜 第一 冲水 血水要除干净 第二点 除水之后要趁热马胃 这个就叫热马 趁热呀 把这个盐味和酒味吃进去 对 磨两下 好 好 第三点 就是说三道成醋 在组织的过程中 要注意醋会挥发 就是在三点里做到了 基本上这个排骨大致不差 王小安能否为爸爸的六十大寿 送上记忆中最好吃的烧白呢 烧白呀 私里做的吗 小饭馆里美味到令人惊认的 祖传探员腰片 王小安竟然想办法拿到了命方 药片要穿三道水 第一边有一点点烫 就下腰片 赶紧下 面临种种困难 重重压力 将军和王小安 从未想过要放弃锅炒菜 到底是因为什么 请继续收看纪录片编辑市 穿越时空烹谷菜 最近在将军和王小安 为经营发愁的时候 一位新合伙人加入了古法菜馆 那我们就要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吗 就是说恢复传统做法 知道以前的味道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也不一定全部都接受 他不一定就知道 过去的味道是什么 他可能只知道好不好吃 这个已经中断了二三十年的东西了 像我们这种不用鸡精 不用味精的 不一定能够迎合世人的口味 新合伙人周易和将军王小安结缘 是因为一道古法菜汗泥腰片 将军王小安在周易的小饭馆里 尝到了闻所未闻的汗泥腰片 为了让更多人吃到这道美食 王小安费尽心力 王老板太热情了 一个星期来几次 这么远的路 天天来吃饭 坐着就不走 哎呀这个 没办法 我看他们 挺有想法的 我觉得他们 后来还是决定一起住吧 反正也是做餐饮 其实过来做了以后 比想象中的要难 我们可不可以让那些菜 可以摆得稍微再好看一点 有些年轻的客人就说 你们这个菜没有别人摆得精致 好看不好吃 这个有什么意思啊 现在年轻人他一喜欢拍照 一喜欢拍朋友圈 他就觉得怎么拍出来也不好看 卖向南看是古法菜的一个通病 因为自己家里面做的菜也好 然后从以前流传下来的菜也好 其实以前的话 没有太多的 他们对那个盘式上面的追求 和颜色上面的追求 不会太讲究 就是做出来一碗 那就是一碗 不会去要求他特别多的一些东西 工序能不能简化的 有些东西简化一点省略一点 出菜快一些 这个多数我们也可以多接几乎 这些菜工序简化了 它就不是叫古法菜了 你不如卖快餐了 江老师他是很会做菜 然后很有想法 而且很执着 他认定这个菜是这么做 他所有的东西绝对会按照这个做法来 而且这个味道必须是这种味道 他才能叫这个菜 出于对将军和王小安做古法菜的认可 周瑜终于告诉了他们 汉泥腰片的祖传秘方 这旁边厚了 好不好 全部弄成一样的 稍微多薄一点 这个腰片要穿三道水 第一边有一点点烫 就下腰片 就下腰片 赶紧下 进冰水 进冰水 第二边 差不多六十六十度左右的样子 有一点小沸腾的感觉你就下 第三个水 水一开腰片一下 马上就给它捞起来 好 拿过来冰上 看你腰片这个菜 其实这个菜 我说我爷爷的爷爷 当时就开始做这个菜 就一直传到现在 反正家里就常吃 后来开饭馆的时候 就说把这道菜拿出来卖 没想到拿客人也挺喜欢吃 这个菜就这样留下来了 这道菜 功夫不负有心人 王小安为爸爸六十大寿 准备的骨髮烧白 终于成功 哇 烧白啊 是你做的吗 是啊 是我做的 哎呀 好人甘哦 你快尝一下 好不好吃 嗯 好吃 好吗 我们还是要吃个辣啊 煮啥 嗯 吃吧 好吗 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无法菜 它的做法真的不算难 然后我觉得它最难的地方就是 还有人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 用最简单的调料 去做这一道菜 做了骨髮菜以后 觉得有些东西是急不来的 必须要慢 必须要用时间去沉淀它 去堆积它 我们所谓的骨髮菜 它本身准确地说 应该叫中国传统的形式 要从骨而留滋 就是想把它保留下 留齿一慢 就把这种传统的这个记忆 传统的烹饪传统的味道 保留下来 古法私房菜馆创立之初 只有八道菜 经过三年努力 将军和王小安 已经还原出了 古法梅之排骨 炭牛腰片 南乳烧肉 汉蒸回锅肉等 36道古法菜 目前它们还在积极寻找同道中人 希望通过努力在线舌尖上消逝的回忆 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烹饪也往往走起了捷径 随之而来 菜肴的味道也越来越相似了 而古人愿意花时间和心思等待食材 发挥它最原始的那种味道 往往能够收获意想不到的美味 这些年轻人也没有想到 他们在研究古法菜的过程当中 不但学到了知识 学会了平静 更懂得了怎样承担责任 怎样为梦想而努力 其实啊 适当的放慢脚步 我们或许会领略到 我们曾经因为快而错失的 许许多多的美好的食物 关注计时频道公众微信 有机会获得上海好诗家 建材园艺超市有限公司 提供的礼品一份 人可以被毁灭 男士不可以被击败 我看比较强还比较少 我虽然吃到水路里 我应该想过 浪迹天涯的生活背后 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 其实我心里很担心的 心里也想她不要走 但是她肯定是不走 罗布坡现在是最热的时刻 无论如何 要让人改变前 面对六月不能进入 罗布坡的劝告 于纯顺会如何制定自己的 穿越路线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个人搭一个很小的帐篷 睡在荒凉的隔壁摊上 我也会想念我自己的家乡上 《生死罗布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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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即将播出